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是五项全能 挺着一个大肚子 就像街头经常会看到的大叔 可是很多不可思议的怪事 就是会吵上门 他也常常以软烂或者怪咖的形象 来逗笑观众 想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怎么走红的 赶快进来 肺夫电力公司 还在担心缺电危机吗 肺夫电力公司给您最劲爆的电影大小事 好 今天要跟肺夫一起揭开明星神秘面纱的视频人佛罗阿德 哈罗阿德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谐心白白种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介绍很多明星 像橡皮糖金凯瑞 或者长不大的亚当山德勒 有一些白目的行为 那当然也有人走的是冷面笑降风 那无论是哪一种路线 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要逗人笑 今天这位他长得非常的低调 如果他走在街头挺着大肚子 就是一个平凡的大叔样 可是他亲和力又很好 又讨人喜欢 那尤其他演的角色呢都很衰 总是会发生很多倒霉的事情 让人又同情又好笑 阿德我们先来聊一下 赛斯罗根的明星魅力 对 他就是路舍 失败者 宅男 等角色的代表人物 那就是他的外型呢 很多人可能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明星的料 那的确他演的那些角色 从来都不是英雄 可是他却 我相信赛斯罗根的粉丝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白人 或者是就是一般的那种男生 那应该也都是就是跟他 就是会看到他的角色 就会产生了一种共鸣感 同壁相连 对 就是一般的一个普通的宅男 可能也没有赚很多钱啊 然后在情场就有点失忆 因为都追不上美女 那过着一种鲁蛇的生活 然后总是幻想自己 是不是有一天可以种乐透 或是不是有一天可以获得美女的青睐 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概念 我们从星座的角度来出发 4月15号母羊座 阿德这个星座的搞笑指数 算是有幽默感的星座吗 应该说他都是一直冲冲冲啦 然后可能很多时候 他觉得的笑料 就是那种大叔笑料 大家不会觉得很好笑 就是女性观众 可能不会觉得很好笑 但男性观众可能会觉得 还蛮有趣的 很直接的是不是 对对对他是属于那种直来直往 直求对决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那其实他是来自犹太家庭 然后是在加拿大出生的 父亲是美国非营利组织工作者 母亲是加拿大的社工 阿德聊一下他小时候的背景吧 对啊 然后大家听了 他父亲美国人 母亲加拿大人 那他们怎么认识的 美国跟加拿大是蛮近的 但是其实幅员很了阔 原来他的父亲跟母亲呢 因为都是犹太人 所以他们那时候会回到以色列 然后以色列对这些海外的犹太人 其实会办一些 类似夏令营啊 或者什么 然后让他们不会忘记 他们自己的这个 以色列这个祖国 于是呢 他父母就是在以色列相遇 然后甚至塞斯罗根本人 大家不要以为他在加拿大成长 他对犹太那个教义就不熟 那没有哎 他都有经过犹太的成年礼 甚至他还会稀薄来文 哎呦这么厉害 甚至一些犹太教的习俗 也变成他脱口秀的题材 那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塞斯罗根到底怎么崛起的 因为父亲失业 母亲离职的关系 所以他们卖掉原本的房子 改住到小公寓 但是这个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啊 他遇到一个贵人 就是贾德爱帕托 于是他在影集里面 就获得一个角色 然后也设计一些角色 让他来发挥 对那因为他其实本人呢 就是以前都是那种 可能在学校也没有受欢迎 因为他长得又不帅 然后运动神经也不发达 所以呢也不是什么 受瞩目的人物 可是呢他就靠了他油嘴滑舌 可谓我们所谓的幽默吧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 我可能可以当一个喜剧演员 那甚至16岁的时候 他就得到温哥华的业余喜剧比赛的亚军 所以他就充满了自信 那搬到了洛杉矶 然后开始了他的喜剧生涯 不过当该开始 当然以他的长相啊 就算是在美国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当主角 就是当一些配角啦 甚至他自己也直笔写了一些那种喜剧 然后因此获得了爱美奖喜剧的 那个编剧的提名 嗯没有错 为什么贾德爱帕托是他的伯乐呢 因为他指导的电影四十处男 大家都知道这个男主角 是史蒂布卡尔饰演的 是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单身汉 然后在一个大型的电器超市工作 薪水也蛮好的 工作也蛮轻松的 但是他就跟一般的宅男 大家的刻板印象一样 就是会收藏很多的模型 还有漫画 那唯一一件让他觉得很遗憾的就是 性这件事情啊 他还没有破处哦 所以才叫四十处男 那在斯罗根就扮演什么呢 就想要帮助史蒂布卡尔 破处的重要的配角 对就是像这种男生喜欢看的 这种有点跟性啊 或者什么的追女生有关的喜剧 他旁边一定会有一些猪棚狗友 对然后狐群狗挡 然后替他出一些主意 搜主意 对然后那边一副他们也很型的样子 其实事实上他们自己也是差不多啦 于是呢 赛瑞布卡尔就饰演这种损友 然后帮史蒂布卡尔出一些主意 但中途当然就一定会出很多诚 然后就是成为这种宅男喜剧的笑料来源 没有错那因为这部片的大卖 哎这个时候呢 假的爱帕托就觉得 哎干脆让他绿叶变红花 他给他一个主角的一个电影好运临门 机会来了他从绿叶变红花 他就描述一个游手好闲的怪咖 一个很琢的宅男 哎竟然跟这个娱乐新闻主播漂亮妹妹 发生了一夜情 对而且当时那位漂亮妹妹 就是演美国电视影集走红的凯撒林海格 就是标准的金发美女 那他当时演了电视剧所以就很红 那他也想说哎我想要提升我自己啊 就像真理佛安尼斯顿 我电视明星啊毕竟地位没那么高 他说他想要拍电影 那这时候正好跟导演一拍即合 然后好运临门呢 那看似虽然是一个电视明星 然后再配上一个像赛斯罗根这种 现在要开始第一次当男主角的谐星 然后大家都没有很看好这个票房 没想到居然在美国就创下了 1.5亿美元的票房 哇真的很了不起哦 就故事对来讲一个宅男 他被迫要在一夜之间长大 变成一个有责任感的熟男啊 好接下来这部片也不得了 新婚奥克新婚奥克 里面这个故事也非常离奇 这个新婚的夫妻回到家之后呢 发现死党当初参加他们的婚礼 竟然没有向老板请假就去参加婚礼 结果被炒鱿鱼 这个时候无处可去啊 他们就好心把他收留在家里 但是没想到这个变成一个傲客 死皮赖脸就赖在他家 甚至成为新娘的好友 对对对就赶不走啦 对对那所以就是像这样的电影 就是很尝试赛斯罗根电影的基调 那他就是一个宅男或不欢迎的不速之客 那但是你又赶他赶不走 然后他死皮赖脸之类的 那这好像都是成为他的标配 而且也成为他自嘲自己 因为他就是个胖子嘛 那他就当然也没有很胖 但是就是就一般的明星来说 他算是个胖子 没错 然后所以他常常在 因为他自己也会编剧 也常常会自嘲这样子 但是这样一个胖子 竟然也可以成为打击犯罪的英雄 接下来要提到这一部清风侠 他还跟周杰伦一起合作 这个周杰伦是一个武术高手嘛 那清风侠赛斯罗根呢 他就是一个开着一个车子 然后有各式各样很炫的武器 他们就化身为蒙面英雄 一同打击街头犯罪 对 那当时清风侠本来就是 美国很早期的影集啊 然后当时饰演周杰伦的 那个角色的加藤 其实是李小龙所饰演 那当年那个影集就很受欢迎 然后赛斯罗根 当然大家也看他演了那么多loser 好不容易这一次 他把他自己写成一个高富帅 就是类似像蝙蝠侠一样 家里很有钱 你确定高富帅吗 是有小富没做了 对他自己写的啦 富就是写成他这个富家子弟 然后很有钱的清风侠 然后他想要行侠仗义 就跟周杰伦所饰演的家藤 两人搭档 当然那个其中的打戏 大部分是周杰伦来担任的 那这也是周杰伦进京 好莱坞的第一部电影 赛斯罗根就耍耍嘴皮子 对对对对 他负责开车了 那这部片子当然 就是应该也是说本来有好像要找那个周星驰新爷合作 对那也代表赛斯罗根其实有看很多港式喜剧 他也很欣赏那个就是新爷 可惜后来合作没成 只好跟另外一个姓周的周杰伦合作 周杰伦 对周杰伦戴上面罩 还有戴上他的那个帽子 眼罩跟帽子之后 其实打戏是蛮帅 可是这部电影的票房呢 却没有预计中的好 但是应该是广大的北美观众 不习惯赛斯罗根变成一个英雄吧 可能那个形象不太符合 他可能还是比较适合演那种 衰咖的角色像恶灵缠身系列 一对刚生完小孩的年轻夫妻 很倒霉 他们到处搬家 希望可以寻求一些 有人文气息的感觉 就搬到这个大学附近 但是没想到第一集 碰到了兄弟会 第二集呢 也碰到了姐妹会 碰到这些邻居真的搞到鸡飞狗跳 对因为大家知道 美国的兄弟会跟姐妹会 这种大学团体 然后他们在外面租房子 就是常常一直开趴 然后喝酒是小事 然后可能有时候又会 来点那个嗨的 然后于是就一直开趴 然后音乐开始震天响 那他们这对夫妻 然后又有小孩怎么办呢 然后就本来是客客气气 因为路舍都这样嘛 很客客气气的 你们可不可以小声点呢 拜托你什么的 然后可能 可能对方就 哦好啊好啊 结果接下来又是固态父母 一定要以牙还牙就对了 对结果后来搞到 他们这对善良夫妻 只好以牙还牙 然后各自显出方法来互斗 就这是那种好笑 所以大家其实最近 也可以看到 什么明星跟邻居之间 所以邻居跟之间那种 相处和睦真的很重要 千金难买好邻居 对所以这部电影 就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票房也不错 而且还拍了第二集 对 那其实他有演过 比较震惊的一个戏剧 像《活个痛快》里面呢 当然这个男主角是 乔瑟夫高登里维饰演的 一个电视节目的企划 电台节目的企划 结果发现离癌 但是赛斯罗根 饰演他的好友 就带他去到处 循环作乐 然后开始呢 去享受人生 不要轻易让癌症 毁了他人生 接下来阿德要特别推荐这一部 选情尬翻天 我相信台湾台湾又要选举的 看这个戏应该是 心有七七烟啊 对啊 我们选举有停过吗 没有停过啊 一年到头都在选 对 但他这部电影 有趣的是啊 他们是请沙利赛龙 来饰演美国的国务卿 那他也不是年轻啦 就是说就政治人物来说 他算是年轻 那他看到那个总统呢 就是很没用 反正就是在讽刺 美国的某些总统 然后于是呢 他就发现总统不要连任了 所以他就决定说 好啊 那我是国务卿 我来竞选总统好了 那他非常有能力 可是呢 这时候他的 他就想要请一个文胆嘛 那他就认识了 赛斯罗根所饰演的 一个失业的记者 弗瑞 那而且他跟弗瑞 其实有渊源 因为弗瑞 因为沙利赛龙小时候 曾经就那种 美国不是有十几岁 就去当人家的保姆 对 就是帮人家看小孩 那时候 他曾经是弗瑞的保姆 结果这个小男孩 就长大了 变成他的文胆 变成他的幕僚 对 然后他从小就爱慕这一位 就是很有理想 然后满嘴环保的大姐姐 然后这时候 在他旁边当文胆 然后他现在就想要追求他 可是他想说 沙利赛龙配赛斯罗根 好难想象 那那个沙利赛龙的竞选团队 就说你可以谈恋爱 没错 但你跟这种人谈恋爱 民调一定会下架 但是当然中间就经过了 很多的那种 很奇怪的事情 然后阴错阳差 然后当然最后 他就成为了第一先生 有人形容他们是什么呢 上流社会的女神 搭配低端社会的肥宅 对对对 所以这部电影也是非常搞笑 推荐给大家 OK 那其实赛斯罗根也帮很多的动画片 配过音 包括功夫熊猫里面 这个快螳螂啊 短小精干的快螳螂 另外像狮子王里面的油猪 他也配过音 那这个是他配音的作品 也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邪心 好那这个礼拜 他有新片要推出哦 而且是史蒂芬史比伯导演的作品 我们待会来介绍 不要错过了 店小二电影套餐怎么卖 只要你是隐君级 免费交代都可以 当店小二碰到隐君子 电影情报全部依赖 欢迎大家赶快来到 店小二肺夫精英的电影餐馆 但是在开张之前 让我宣传一下 赶快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只要在脸书搜寻 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就可以了 今天请到跟我一起掌除的 还有影评人柏拉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法贝尔曼 哇这个是大导演 史蒂芬史比伯的最新立作 那讲到史蒂芬史比伯的一个作品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看他的电影长大的 包括大白沙 ET外星人 法贵骑兵 侏罗纪公园 辛德勒的名单 还有像慕尼黑 都是支支都是经典好片 那这部法贝尔曼呢 也入围了今年奥斯卡多项大奖 包括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以及最佳女主角等奖项 也是入媒的热门片之一 那其实呢很多人都会 很多导演当他们第一次指导 他们的处女座 处男座的时候 都会以他们童年 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故事 然后作为那个故事的素材 因为你要找你最熟悉的题材 但是史蒂芬史比伯 跟大家都不一样 那他知道了现在的晚年之后 他居然才拍出了 他童年到青少年时候的自传电影 没有错 他自己就曾经讲过 他说像每个导演啊 都会把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投射在自己的作品当中 然后他觉得法贝尔曼呢 不是一个故事而已哦 其实就是他真实的童年回忆 对那他故事一开始就描述 1952年的纽泽西 他才是一个小孩 那他的父母呢 带他去看地场电影 然后他很胆怯 因为电影面黑黑的 你知道小孩第一次去电影 怕黑 怕黑 然后他很怕那个情形 然后爸妈就在安慰他 然后饰演他的母亲是 密雪尔威廉斯 他们就安慰他说 哎呀电影你可能应该会很喜欢 因为他在剧中的名字叫Sammy 然后就一直劝他说 哎你进去不要害怕 我们会陪在你身边 然后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 是火车出轨 用火车出轨 然后灾祸 没想到他就着迷了 然后他就跟爸爸要那个礼物 说爸爸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比如生日礼物之类的 没有是犹太人的光明节的礼物 他跟他不经就跟他说 你想要什么 他说我想要那种轨道火车 小火车这样子 然后爸爸就买一个给他 结果他就每天就给他撞 因为他想要用那个轨道小火车 重现他在电影院看到的 火车相撞的情景 制造那个场景 对对对 因为他想要一直看到 然后后来结果爸爸就很生气 因为你这样一直撞 那个火柴和小汽车会坏掉 所以听起来 这个Buff好像比较务实 他好像对于那种艺术创作 是不感兴趣的 对对对 还好他的妈妈就说 来给你一台家庭DV摄影机 你就可以用你的小火车 然后撞 然后你把它拍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看 你就不用每天撞他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Sami就是史蒂芬 史蒂芬的化身 他非常的幸运 因为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科技新贵 数理头脑非常好 就是搭上了美国的科技列车 然后收入也很好 你看在1952年那个年代 他们就可以买一台家庭 家用摄影机给自己的小孩玩哦 那母亲呢是一个很喜欢钢琴 然后练钢琴非常久 然后梦想曾经当钢琴职业演奏家 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达到 那样的水准 而且钢琴职业演奏 他多半都是男的 所以他妈妈就又生了好几个孩子 于是就丈夫努力在外 大家知道科技业上班时间都很长 然后很努力的赚钱 然后他就当一个家庭主项夫教子 但接下来这个转折 这个重要的关键人物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赛斯罗根 他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 赛斯罗根第一次演 勾引女主角的小王 哎呦他是一个小王 对那大家通常觉得小王就是很帅啊 可是或者是小鲜肉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史蒂芬史迪玉博的 那个角色的 他们家的好友 也是他爸爸的属下 同事 那就是跟他爸爸一起工作嘛 那你知道在美国那样的地方 就是很远 然后一个单身汉还没结婚 然后爸爸有时候就会带他 或者是他们加班工作很晚 然后就一起来我们家吃饭嘛 对 那没想到他就因此而勾搭上了 Semi的妈妈 哦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虽然长得不帅 但是很会讨女生欢心 就是会讲一些幽默的话 然后呢 没想到他就跟妈妈就出轨 听说这个出轨的过程 偷情的过程 还被他用这个DV拍了下来啊 对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全家去露营嘛 而且露营干嘛还带一个叔叔来 然后那个叔叔也一起来 然后大家露营很开心啊 然后他就用DV拍了很多 比如说妹妹他们在玩的景象等等 啊本来他要拍妹妹玩的景象 啊回来他要剪接的时候发现 诶在那个画面的下角 居然拍到旁边的树林里 妈妈和叔叔以为是小王 以为在树林里没人看到 两个人就牵手搂腰 还亲吻 哇 然后他因为用DV拍起来 在剪接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景象 还可以轮印然后进去看 对对对他非常的震惊 对了 可是他没有告诉爸爸 然后但是后来是因为爸爸又有新的工作 要搬 要搬到从他们又要从亚利桑那 又要搬到那个就是加州 然后呢 这时候妈妈就很痛苦 因为小王没办法 小王的能力没那么强 没办法 就是到这个加州的这个公司 然后于是他们就分隔两地 然后妈妈就得了类似忧郁症 每天不想煮饭 然后心情很差 然后那于是后来妈妈终于跟爸爸坦诚说 他爱上了小王要跟他离婚 等于这个史蒂芬史蒂柏他把自己家庭的秘密 分享给大家 把他拍成 对对对对 但这中间都是跟拍影片有关系的 那然后史蒂芬史蒂柏的这个饰演的这个 这个角色Semi就年轻的Semi他非常的痛苦 他觉得妈妈就居然为了小王离开了这个家 然后甚至这个小王还很 赛斯蒂柏跟四眼小王还有一种愧疚感 因为他等于也是看这个小孩长大 他甚至还买了一台最新的摄影机给他 然后等于是像赎罪一样 对 然后他还很有个性的拒绝了 然后叔叔说这就当我送给你了 然后他就给叔叔十块二十块的美金 然后他就用那个来拍影片这样子 然后这部电影就描述史蒂芬史蒂柏 他年轻的时候到青少年 然后发现母亲跟小王的奸情 然后后来他是怎么样踏上了这个电影之路 如果你想知道成为大事的过程 就可以锁定这一部 我们最后也给法贝尔曼一个电影指数吧 大师的成名之路四颗星 好就看入围七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法贝尔曼 最后会冲击几座小惊人 我们也会持续来follow 这里面还有哪些新片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介绍 你喜欢看电影 喜欢聊电影吗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电影下就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欢迎大家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在脸书搜寻中广主播 曾武卿按个赞就可以了 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影评人佛拉德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部风在启实 哇讲到他的题材 香港四大探长的故事 这就已经够吸引人了 但是呢 在公布他的卡司 包括梁朝伟 包括郭富城 两大影帝首度合作 他的这非常精彩 对然后导演呢 是翁子光 他之前的踏雪寻媒等等的电影 也让大家看到他可能是香港电影的新希望 非常有才气的一个导演 对然后当然之前那些题材可能都是一些凶杀案 然后他用比较特殊的角度去拍摄 这次是他驾驭一个非常大时代的题材 从香港被日本人曾经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占领 然后一直包括英国殖民时期 然后一直演到剧中的主角 就是郭富城所饰演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很有名的探长 磊乐又叫吕乐 又叫很多化名 然后他那时候因为被香港通弃 就连政公署在查他的贪污 于是他逃到台湾 然后据的这部电影的结尾 也应该是在台湾 因为他垂垂牢矣的郭富城打开了电视 然后电视新闻正在报 一则那个某某那个就是 电视新闻有演 有讲说是哪位总统涉嫌贪污 然后被调查 对然后这样的新闻 然后电影就结束了 哇他那个时间走拉的非常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 从一个远景 然后呢干上了探长 最后被通弃 然后逃到台湾的过程 对那以前当然大家也看过 刘德华饰演了这位武艺探长雷洛 这其实就是雷洛的故事 那当然我们他们不同的电影 都会用不同的名字 那可是呢以前都是演说 他们怎么样就是警察 然后来升上了探长 因为以前在英国殖民的时期 探长之类更上的职位 通通都是属于英国人来担任的 对你们黄种人或香港人 根本就不可能 然后他们两个就凭着 他们的破案率等等的 然后把黑社会就是管理的很好 于是呢他们两个就破例的 成为了华人的探长 那可是怎么最后是被利欲薰薪吗 怎么最后又跟这个黑道这边 然后甚至扯上贪污啊 应该要讲说管理 管理黑社会那要怎样管理呢 就是让黑社会比如说 他说粉党就是从事色情的 赌党就是赌博的 然后呢什么黑社会 然后还有那种贩毒的 他通通都是叫他们说 好你们都管理好 然后头头是谁 你们每个月交多少归费 给我们香港警方 然后香港警方在层层的 分给更上面的人 然后我觉得本片是没有真的这样演 可是我相信连港督 当时香港都分到一些了 港督都有分啊 一些好处 这样子就相安无事 然后打点的就服服帖帖 对而且黑社会他们都有 这样就有管理 然后谁哪个哥地盘是哪里 比如说九龙 谁是油麻地 东东都分好 然后所以你们就各自在你们自己的地盘 然后每个月就交归费来 然后一旦发生治安事件 比如说有人杀人或有人抢劫 他就先问黑社会的什么哥 哎是你们你的小弟干的或什么 然后他们就说是 就人交出来 然后我就结案了 那如果不是你们的人 我告诉你 比如说发生的油麻地 油麻地的哥 你要给我负责 给我找出这个人来 然后所以他破案率非常高 就算真的不能破那些哥 那些黑社会的哥 也会拿钱说 哎哪一个弟弟哪一个黑社会的人 你愿意去顶这个罪 然后销这个案 我就给你钱 这太可怕了吧 哎感觉这个条子 这个警察才是幕后的老大啊 不是不是 控制啊 不是不是 他们这样 所以他们才能升上华人探长啊 不然以前都是由英国人来管他们的 等于这个是他们 要爬上这个高官 爬上大卫用的手段啊 对对对 而且其实这部片还有演到1973年的时候 香港的应该是香港的警政署长 就是最大的那个人 他是英国人 他叫葛伯 他居然贪污了非常多钱 然后他从香港逃回英国 然后香港居然还要发文请英国政府 把这个葛伯送回香港受审 然后双方吵了很久 1975年才引渡他回香港受审 你知道葛伯他是英国探长 不是英国的警政 等于是香港的警政署长 他自己都贪污那么多钱了 你觉得嘞 嗯 警察的头头都带头犯罪哦 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郭富城哦 听说从年轻演到中年发福的样子哦 没有演到老年 我刚刚有讲演到他到台湾啊 他逃到台湾 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们之前有看过太多人饰演的相同的角色 你觉得郭富城他掌握哪些的精髓呢 这一次 嗯 我觉得翁子光导演这次还挖掘了 这两个探长 他们更早期的 就是当时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曾经占领了香港 然后做了很多的坏事 那其中 就是磊勒郭富城所饰演的 当时他是他很年轻 他也被抓进去那个监狱里面 因为他反抗日本政府 而且当时他为了活下去 因为日本人每天都会进来喊说 比如说今天要杀527 就是你的囚犯编号是527的 就抓出去杀 然后后来到最后 那监狱只剩下他跟另外一个人 然后他怕他自己会死 他就那个人已经有点生病 他就把他的衣服抢过来 结果其实应该死的人是他 因为编号是他 可是他抢了人家的衣服 所以那个人就替他死了 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 可是后来 为了生存 对 他发现人就是要钱才能活下去 他本来当时日本还没有来占年寿 他就是警察 他不愿意收 那个警察之间收来的那些钱 他是拒收的 可是后来 经过日本占据的这一个 他觉得说对 有钱就是老大 你看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总是会逼迫你 那另外梁朝伟 这次听说也蛮敬业的 他好像还要去练钢琴 他为了完美呈现 这个弹钢琴的画面 听说苦练三个月 结果最后 那个执法是完全对得上曲调 很厉害 对 他饰演的这个就是 四大探长里面的南钢 然后他在里面叫做南疆 然后他是一个家境比较好的人 然后过得不错 可是当时日本战据的时候 那个日本军官很欣赏他 甚至拿枪跟他说 你杀死你自己的爸爸吧 我带你回日本 收你做我的养子 结果他太气了 他就开枪打伤了 那个日本军官 可是还是日本军官还是说 叫别人不要杀害他 可是这种也在他内心造成的创伤 那他头脑非常好 而且他精通非常多国的语言 所以他后来 你知道跟英国人沟通的时候 因为这个磊勒探长是那种没念什么书的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直接用英文跟那个英国人沟通 都是由南疆来担任这个角色 然后梁朝伟在里面非常的冷静 而且他非常甘于当老二 然后所以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他帮磊勒策划的 例如要怎么样划分这些黑社会的势力 然后如何跟英国人在那边明争暗斗 然后都是他策划 他等于就是这四大探长里面的大脑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影帝 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个演技 好阿德我们最后也给 风在起十一个电影指数吧 香港黑历史在线四颗星 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日本日本盲流与沉睡的女人 这里面这个题材也非常非常的奇特 在讲东京地震之后呢 出现一只巨型的青蛙 然后除了巨型青蛙 好像也牵涉到流浪猫 还有海啸 推销员的故事 听说这个是改编 村上春树的作品 对这是改编的村上春树的 六篇短篇小说 对然后他把它六篇短篇小说 本来都是不同的故事 然后他就是把它串联成一部电影 然后所以非常考验这个功力 然后这部电影呢 荣获法国安息动画展的最佳影片 然后虽然是讲日本的故事 但是是有一位法国的作曲家 皮耶他的首部画界 到这个电影界所指导的动画作品 所以因为当然他是作曲家啦 所以他第一次拍电影 这个作品还蛮魔幻 你在讲一个银行的职员 在路上就碰到一只会说话的青蛙 对因为他是短篇小说 其实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然后他就是 可是他全部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上班族遇到了这个青蛙 然后青蛙说 这个地底下藏了一个很巨大的乳虫 就是乳虫在动的时候 所以才会发生地震 对所以我们要消灭他 然后另外有一个男子啊 他也是在银行工作 可是他的老婆在311地震以后 就陷入了一种什么都不要 就整天在看地震新闻 就像前阵子土耳其地震 大家非常的焦虑 就一直看地震新闻这样子 然后然后而且后来老婆 甚至要跟他离婚 连他们家的养的猫也跑掉了 也失踪了 所以他就展开了一场 就是他到别的地方去 想一清楚说老婆为什么离开他 为什么连猫也不见 然后顺便找猫 所以这部片充满了很多记忆 幻境跟幻觉 好像有一种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对非常的抽象 然后要把六个都没关联的 那个六个故事 然后把它变成一部电影 然后所以这也非常考验 这个功力 对 就他们必须要找到自己真实的身份 然后把所有出现的证据 都把它兜在一起 把那个连结的关系找到 对 那所以呢 其实这部电影 大概里面很多的故事 大家可以独立的来看 然后有一些看不懂的地方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春上春树的原著 这样子 就先把这个短篇小说看完之后 也许在看这个电影比较深刻的了解跟认识 好 那阿德我们最后来给这个动画作品 盲流与沉睡的女人一个电影指数吧 人与孤独的战斗三颗星 好 如果想知道阿德孤注一职的选择是什么 一定要把节目听完 因为我们介绍那么多的新片 但是如果最后只有一部片可以脱颖而出 我们待会就要介绍最后一部了 也请大家来猜一下 你的选择跟阿德选的一部一样呢 我们待会来 欢迎大家回到电影下桌上瘾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也是中广主播曾武清 今天请到来宾视频人柏拉德 接下来介绍禁食一案 是在讲宗教信仰的故事 阿德说到宗教 它其实是一件好事啦 因为人都要寻求一种心灵的寄托嘛 当我们可能是脆弱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这时候有一股力量可以支撑着我们 但是如果走火入魔啊 这个宗教会变成一种狂热 没有办法理解的狂热 对 那这部电影呢 是大家只能在影音串流平台观赏 因为我们台湾的院线没有上映 但是呢 它已经荣获了非常多欧洲的 那个电影的 比如说选出那种年度十大电影 它就是其中之一 它故事发生的背景在爱尔兰 对 就是爱尔兰那时候 大概186几年的时候 就是爱尔兰发生了那个饥荒 因为爱尔兰就是在那个英吉利海峡那边 然后他们呢 就是长年的 那天气不好 所以都只能种马铃薯嘛 对 所以当时他们的大饥荒死了非常多人 而且后来有非常多爱尔兰人 就因此决定远渡从洋 到美国去开垦那个 因为那边生存的环境实在太恶劣了 只好远走他乡 对 然后到美国 然后去西部开荒 然后至少可以活下去 那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在大饥荒之后 结果居然有一个女孩 一个小女孩11岁 她号称四个月都没有进食 只有喝水 可是她却脸色红润 然后她就说她非常的虔诚 每天都在念圣经 每天都在背经文 然后大家就哇 就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女孩 是不是神得到了神的庇佑 天哪四个月都没有吃东西 还是活得好好的 而且活得很健康 对 这简直就是神机啊 对啊对啊 他们就说这 她就是天选之人 她就是因为太虔诚相信神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然后呢 于是呢 当时就是有很多 在爱兰其他地方的人 还跑来看她 就是有点像那种 好像看到神机一样 然后当地的证明镇长 教会神父医生 都觉得说对啊 这些是神机啊 连英国都在报道 所有全部的团体 都在帮她背书 都在宣扬这是一个神机 对 因为在饥荒之后 然后爱兰又那么多人 跑到美国去 对 对好像这样子 让人家觉得这个爱兰 这个地方 还是有神在眷顾的 都没有任何的 质疑的声音 有有当然有 所以因此呢 他们决定从英国 就是英格兰 因为那时候爱兰 还是属于英国的 就从英格兰请来 一个护士 然后这护士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然后另外请了 一个修女 然后两个人 就决定24小时 来监控这个女主角 就是这个小女孩 然后呢 大家两个人轮班嘛 就监控她 有没有偷吃东西 你是说观察 她的健康的状态 有没有进食 到底是不是宗教 让她可以活下去 对这个神迹 到底是不是真的 就是这个十一岁的安娜 她不进食却能活下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我们的女主角 就是这个英格兰的护士 然后她是一个寡妇 她叫伊丽莎白 然后她对外宣称呢 她丈夫已经过世了 然后呢 所以她就住在小镇上 然后呢 就是跟护士 跟修女排班 然后去观察这个安娜 然后她当然她用 她是护士嘛 然后她就一直看她的 诶 奇怪啊 她白白胖胖 然后脸色红润 然后身体器官什么的 感觉也都很正常 然后后来她观察以后 她发现 哈哈 就是女孩的爸妈 还是跟她住在一起嘛 还有她的姐妹 然后每天呢 她的妈妈 都会姐妹 还有爸爸 都会来唱 跟她一起上圣歌 然后拥抱她 早餐午餐晚餐 会妈妈会亲吻她 原来她妈妈 是把东西嚼一嚼 然后放在嘴巴里 然后亲吻女儿的时候 就把那个嘴对嘴 透过这个机会 把嘴里的一些 留职的食物 就这样灌到她嘴巴里啊 对 所以她其实是有吃三餐 可是她跟那个 妈妈跟那个女孩讲说 这是上帝的 就是大家有去教会 她会给你喝酒 还有面包 有没有 她说这是上帝的血跟肉 对 所以她也是这样 告诉她那个 十一岁 没受什么教育的女儿 说这是上帝给你的 她不觉得自己 是在吃东西 对 因为她妈妈 把她嚼烂 然后跟她说 这其实是上帝的 其实这个被护士发现 那她有去 把这个真相 公诸于世吗 没有没有 然后后来她就说 好 没有她 她认为是这样 然后可是她 妈妈不承认 所以她就觉得 好 那我现在要搬进来 我要跟这个女孩 跟修女 我们24小时 定了 而且你不准 再来跟她早安 午安晚安 对 那我现在就可以 真的观察了 因为你不承认 你真的有拿食物给她吗 然后呢 结果这个女孩 就开始销售 然后甚至连牙齿 都掉下来 因为营养不良 对对对 没有吃东西 然后呢她就说 好了停止 她跟这些 那个父母 还有跟乡镇的这些长老们说 没有神机啦 请你们 叫她 叫这个小女孩进食吧 可是小女孩说 我不要进食 我不要进食 然后她后来 跟小女孩比较熟了 才发现 原来小女孩 她要进食 是因为她的哥哥之前 死亡了 然后她哥哥死亡 她认为哥哥是在地狱中 受到煎熬 所以她必须要不吃食物 然后等于替哥哥祈福 然后替哥哥赎罪 然后哥哥才不会在地狱 被地狱之火燃烧 那至于哥哥也年纪轻轻 哥哥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呢 原来也跟这个安娜的经历有关 那当然这也会演到女主角 我们这个伊丽莎白这位护士 原来她也有自己的伤痛 所以她决定要展开 营救这个可怜的安娜的行动 对 然后至于她最后是怎么营救 大家就要看这部电影才知道了 但我觉得这个营救行动不简单 因为身处在那个氛围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宁愿相信 这个就是神机 对 而且在爱尔兰那个时代 是需要神机的 所以旁边的人也就推波助澜 而且在那个年代 死掉一个人或者是什么 其实好像也很稀松平常 因为那个爱尔兰大饥荒 就死了几百万人 对 对 那而且这个女孩居然可以创造 很高的那个周边的效应 因为她就可能成为一个神机 那会有很多人跑来 也有很多人捐钱 哇 很难以理解那种宗教的狂热 可以把人 可以把人的 就是心智啊 就洗脑成这样的一个程度 对 就是要相信这件事情 对 所以 当然那时候也是明智未开了 但其实事实上 其实大家想一想 在现在这网路上 很多网路上的讯息 或者是假新闻 甚至有之前大家也在上礼拜非常轰动 就有很久以前的超级巨星死亡了 然后大家就一直传 连报纸媒体电视也在报 可是人家根本没有死啊 对啊 所以这些以而传而 或者是等等的这些事情啊 都是不断在发生 尤其牵涉到宗教 这就更复杂了 好我们最后也给禁食一按一个电影指数吧 南拳制造的神机四颗星 好接下来 让影评人伤脑筋的两个小单元来了 孤注一支大作战 抢救影片大作战 我们先来孤注一支 今天介绍的新片非常多元 也非常非常的有趣 那如果只有一部片的时间跟成本 阿德首先要推荐哪一部呢 我们要推荐的是香港电影《风在启时》 然后在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眷勇的台词 例如聪明的人不是知道该去做什么 而是知道什么不该做 然后这部电影呈现了香港过往的历史 然后当然让大家更想看的是 两大影帝梁朝伟跟郭富城的对系 而且可以看到郭富城赏了梁朝伟一巴掌 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部电影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所以我们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 除了新片之外 我们没有忘记好片 抢救影片大作战 就是要抢救即将下档的好片 或者在影音串流平台 容易受到忽略的好片 要就哪一部呢 奥斯卡即将在三月揭晓得奖名单 我们来推荐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亲密 然后这部电影已经赢得 坎城影展的平散团大奖 描述两个小男孩 他们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然后可是当他们升上中学之后 周边的同学的流言蜚语 使得他们渐行渐远 最后甚至发生了悲剧 这也是导演亲生故事的改编 把这部值得大家深思的性别议题的电影 推荐给各位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只能够跟影评人佛罗阿德聊到这边咯 也欢迎阿德呢 下次来到节目当中 推荐更多的好电影 谢谢大家 节目最后还是赶快来宣传一下 加入肺夫的粉丝团 非常简单 拿起手机在脸书搜寻 中广主播曾武清 按个赞就可以收到 每个礼拜我们为你呢 精心挑选的电影的资讯 还有明星的情报 也希望大家在周末呢 看完听完电影下就上影 在播客在YouTube上面呢 看完之后帮我们分享出去哦 请大家搜寻电影下就上影 这个影呢是电影的影 我是节目主持人肺夫 下礼拜再见了 拜拜 拜拜